嗨,亲爱的朋友,现在我们要占卜的问题是心里想一个人 这个人他想让你知道的讯息 或者是说他尝试发送哪些能量 想让你明白的讯息有哪些 那这个题目会比较适合 可能你们有交往过,你们有一些情感的过往 那现在也许关系比较令人困惑,也许关系不明 或断联或分手 或冷战都可以 那可能感情的初期的朋友就比较不适合进行这个测验 好,那我们的选项有 这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插画家画的 这个是星星的天使 这个是月亮的天使 这个是太阳的天使 感受一下哪一个画面对你比较有吸引力 好,选好的话我们就从左边开始读拍 嗨,现在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 那我们等一下马上来抽牌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多放了多新增加的这个小纸片 因为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说有一些倒影片的问题 我不会加字幕,不会加浮水印,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就只好先写一个东西在那边看 可能比较不会被倒吧 好,我现在来抽牌来看这一组的朋友 现在你和对方的连结 你也可以当成验证牌 OK 好,一样我会把它分成男左女右 然后两个人的连结 就是目前关系的一个能量状态 OK,所以不管你是男生来听牌 还是女生来听牌 你都可以用男左女右去选择你和对方的讯息 好 Queen of Cups Judgment Yes OK 我觉得你们这一段关系 不需要看到说死神牌的出现 就感到很灰心 因为这一张死神牌的出现 在象征着你们关系正在一个转化 转化当中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 过去可能是朋友 然后后来会真的变成恋人 或者是过去只是 过去比较幼稚 后来会变得比较成熟 这一张牌代表说 你们会经过的确 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低潮和低迷 会像现在这张牌出现 也许你们两个人彼此的互动会比较少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段关系会得到新的改变 那现在这个男生这边 我觉得最大概率的情况是 在这个男孩子的 在这个男孩子的心里面 他的理想型 或者是说 他 他想去爱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女生 因为他在这里 他没有自己 他给出的形象只是一个 Queen of Cubs 这张牌也在说 也许过去他从来没有好好回应过 这个女孩子的感情 他就是收藏着 或者是说一个收藏着 这个女孩子给了他很多 付出了很多情感给这个男孩子 那他可能没有 没有很好的回应 他就是一直收着 一直收着 一直收着 但是在这个男孩子的心中 他知道说这个女孩子是真心 也许是许许多多的情感经验当中 是对他这个 这个最掏心掏肺的一个 如果这个男生出现这张牌的话 代表说 这个女生在这个男孩子里面 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 那女生这边的能量是 judgment 这张牌 这张牌的象征的这个女生 可能正正在一个要不要 要不要重新再投入这段关系的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这个命运抉择点 如果一念之间呢 他觉得够了 这段旅程呢 我要下车了 那这个女生就真的会放下了 审判牌就真的放下了 他觉得这个恩恩怨怨 随风散去 但也有可能一念之间呢 他会再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女生 因为审判你可以想象 在某个环境里 某个灵性的世界里 然后就像 她在 她在接受她内心的神性 这个灵魂的拷问 你要 你要这个人 还是不要这个人 所以 她的 她已经站在那个生命的转弯的地方了 这个女孩子 OK 所以 这一组的 验证牌 从验证牌来看 我就觉得你们的感情 其实感情的过程 一定 一定算是累积了蛮多的情分 因为 有真的爱过 才会 就是 就是沉住坏空嘛 有真的去 有真的有生 才会有死 真的喜欢过 然后才会真的 走到 感情走到 现在好像没有了 看起来 不过 三张牌 都在说 都在说 没有人真正的放下 因为女生还在 这个生命的转折点 在这段感情的转折点 那 在这个男生心目中呢 一直存在着 一直有这个女孩子的位置 那这张死神牌 也象征着 你看她的 她的 画面中背后 就是 黑暗 这个黎明的黑暗 已经快要散去了 已经快要日出了 那如果等到日出之后 也许你们的关系 就会 重新再来一次 OK 好 这是 这一组 选这一组的朋友的验证 你可以感受一下 和你有没有连结呢 好 那 我们马上来抽牌 看 这个人现在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他现在想 让你知道的讯息 好 这 我们先从 像薄洋葱一下 薄洋葱一样 先从最歪层 然后往那一波 我们先看 他觉得 让你知道 还 还 不会那么保留的 可以先让你知道的是哪些事情 好 我们有一张 全张三的逆位 这张牌代表说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 你们 也许是远距离 那这个远距离会让 你们的 共同的未来 会变得 可能性很渺茫 因为真正的未来 就是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起码能够一起 一起吃顿饭吧 对对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他想让你知道的是 因为远距离 他对你们的未来 真的 非常悲观 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即使没有远距离 这张牌也在说 他想要的未来 跟你想要的未来 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深深明白的事情 所以他也希望 你能知道这一点 那 最小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开牌是这张牌 我觉得你们也许 有一个三角关系 那这个 就是 这个三角函数的问题 让对方 对未来真的非常悲观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三 保健三 OK 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是 他心碎了 可以这么说 他曾经为你心碎 也许不是 现在 但一定曾经发生过 可能 他真的痛苦过 而这份痛苦也许就是 你加注在他身上的 OK 所以他想让你知道说 他 可能 他曾经很痛苦 他曾经就是心 心很痛 这样子 OK 圣杯吧 好 他想让你知道说 他不想要一直 一直就是 一直在你们之前的关系里 一直在你们之前的互动方式里 他想要改变 虽然这边有一个小屁屁 看起来有点害羞 不知道会不会被谎标 找个东西 这个是消遣笔记 不太好看 算了 找不到东西 OK 这一个圣杯吧 我觉得对方是真的 真的想要离开你们过去的 那一段关系 过去的那一段感情 因为如果出现圣杯吧的话 对方会觉得说 就是离开会带给 两个人更好的方向 离开他会更快乐 离开你会更轻松 离开会就是各自解脱 这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这种圣杯吧的离开 不是负气离开 那可以说 呃 酝酿 酝酿很久 圣杯吧在离开之前 通常有一个很长的 很长的依依不舍的时期 就是怕给对方造成伤害 但是他显然他经过了 那样一个很长的酝酿的时间 对这段关系依依不舍 那 到最后他还是选择说 放下这段关系 就好像 嗯 我们换 换间公司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啊 可是我们当同事的话 就会一直吵架 就是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会很像是圣杯吧 OK 好那这是 呃 洋葱的第一层 好 那我们再往内波 嗯 他越来越害羞 让你知道的事情 好 现在会 比较 接近他的 已经是 可能是某些小心思了 好 全帐吧 全帐二的逆位 OK 全帐二 全帐八 全帐三 其实很多的全帐 呃 我觉得这个人对你 对你的 喜欢 很真 很真切 因为全帐就是 一种 嗯 好像 命运的召唤 那种 那种心动 晕船的那种感觉 那 他更那一层 他不 他想让你知道 是这个全帐八 他其实是非常 呃 非常想要 和你拥抱在一起 就好像 呃 很快的买一张车票 很快的买机票 飞到你身边那样子 所以真的 真的越往内 看呢 就会 呃 越 越很多的矛盾 因为他先出现 胜杯八 他明明就是 做了决定 要离开这段关系 可是 他这张全帐八 又是那么的 呃 火急火燎的 真的 好想碰到你 好想 就是那个 碰触到你 可是这一张 全帐二 也在说 呃 他真的没有办法 把他心里的事 告诉你 当这张全帐二 全帐二 即使是正位的话 哦 心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事 说不出口 就是欲言又止 哦 那现在又逆位了 就代表说 他真的 他对于 表达自己 对你的欲望 真的是很困难 也许他真的很害羞 所以他说不出来 这张全帐二的逆位 好那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是 会是 呃 最 内一层哦 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可能也已经是 他的秘密了 有了圣杯三 我们已经 呃 收集到圣杯三 保健三 全帐三 我觉得也许 你们之间 呃 三角关系 的可能性 会蛮大的 所以呢 他最内一层出现 这个圣杯三 代表说 这个人始终 他都不接受 三角关系 啊 所以 您为 什么 您为欲碎 不为瓦全 就是 如果不能 一对一的话 那即使 再怎么喜欢你 他也不能要 嗯 OK 好 那这是他想让你知道的讯息 好 那我们再来抽一下 那 呃 你们的关系呢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 对方下一步 有没有什么样的走向 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 我们看一下近期未来 他有没有想干嘛 呃 红星七号 这个梅花六号 梅花八号 OK 他有没有想干嘛 我觉得 他一直在 就是 对你很多的 呃 梦想 也许这个人 可能他 呃 睡觉前啊 因为这个 红星七号 都会 就是 一直在想你 一直在想你 那实际上 他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 这个 这个牌有一个讯息 就是说 这个人只有在 等到他 呃 有那一种 依景 还乡的那种 呃 就那种画面啊 就他变得很成功 他已经是这个 胜利组了 当他变得很 稳定 他有他的 呃 成就 然后他也 呃 就是有一定的 这个 地位 我觉得他会在 他 那那那那是 他的计划 但如果说 他近期未来 都就始终 都没有达到 那样子的 呃 那样子的成就啊 那样子的怎么样 可能他就是 依然是 就是只有想而已 对你 就是只有想 可是在他的想象里呢 他希望他能够 很成功 他希望他能够 很 很有钱 他希望 在那样子的时候 他会重新 呃 来出现在你面前 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的 害羞 不要再像过去一样 因为他这些牌里面 很多的扭粘 放不开的感觉 刚刚的牌 那他就会 可能当他成功了 呃 他就会觉得 这就是他的下一步打算 那他就要出现在你面前 他可能会 变得更好看 他可能会 就是有了什么样的头衔啊 升官 发财之类的 OK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抽 呃 他想和你说什么话 OK 他想告诉你 第一句话是 呃 他很好奇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 可是这个人也是 很很矛盾 他好奇你的感觉 但是他却 I hide my feelings 他却会刻意隐藏 他自己的感觉 那这不是设法 就是让你们两个 变成一个 敌暗我明的一个状态吗 好 那这一张是 他想对你说 I know you don't feel the same 他觉得 哼 这里面很多相冲突的 哼 他说他不知道你的感觉 所以他很想知道 他很好奇 可是在这里 他又说 他知道 你的感觉 跟他不一样 那他到底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OK 然后他想跟你说 呃 你启发了他很多事情 然后 呃 这一张牌 他想跟你说 他一直都很欣赏你 一直都觉得你是最棒的 那这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 他说 他 真的不想让你走 好 那这是他想说的话 好 那这是今天给第一组的朋友的读牌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那我们就 呃 下次见啦 拜拜 嗨 这是选择第二组 月亮天使的朋友们 好 我们很快来抽牌 我们先来抽 呃 目前你和对方的连结 你也可以 当作验证牌 来看看 呃 像不像你和对方 目前的状态 OK 呃 男错女右 这张是 呃 左边的是男生的 好 影视牌 全上四 哇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哦 月亮牌 OK 在 第二组的 朋友 你和对方目前的 关系连结哦 我觉得对方他现在是 一个 呃 非常孤独的状态 但也 不一定说是他被动很孤独 哦 他人缘不好 并不是这张影视牌在象征的说 嗯 他现在对感情哦 是近而远之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也许是在这一段关系里 不过既然抽到影视牌哦 可能这个人也没有其他的感情关系 现在 这张影视牌象征的 呃 现在他就是想要一个人 一个人好好的生活 而且影视牌通常都代表说 嗯 他需要花 他需要花一些时间哦 变得开 变得开朗起来 因为影视牌 有时候 呃 很多 他已经 很多事情都 不愿和人分享了 心事重重 好 那女生这边 你看 一个这么 呃 一个孤岛的状态哦 那女生这边却是 一个非常热闹 欢乐的状态 好 女生这边呢 我感觉 呃 女生也许 已经有自己的 很好的对象 就算 就算不怎么好 也算稳固啊 女生这边 那你们的连结哦 这张月亮牌哦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那一种 就算你们都不联系 也不对话 可是你们的精神性啊 就是我们会讲到比较抽象的 灵性的层面呢 其实你们可能一直都互通有无 他会发送一些什么能量给你 你也会发送一些什么能量给他 那这张月亮牌的连结 也在象征着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也许是 呃 比较 不能摊在阳光下 比较不能公开的 一些关系 可能属于某些族群 那也有一个可能性哦 这张月亮牌出现在 你们两个人的连结之间 代表说 呃 你们两个有比较强烈的 呃 因果业力 所以呢 你们的相遇呢 会呃 当初 该 他让你受到现在呢 那你会让他承受 会有这样子的因果关系 ok 好 那呃 所以 选这一组的朋友 可以 很清晰的去验证哦 因为男生这边的确是 比较孤独的 一种 状态 那 女生这边呢 是呃 他的生活有很多 呃 不管开不开心 不管快不快乐 总之这个女生很忙 他很多事情很忙 他也由不得 他快 怎么样也很 很孤独 可能事情很多 可能要面对的人也很多 ok 好 这是 在这段关系中 两个人的状态 好 那 你可以验证看看 如果你觉得 没那么对应的话 也许可以看别族哦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 这个人想让你知道的是 我们会像剥洋葱一样 先一层一层来剥 我们先剥 呃 最外面那一层 他想让你知道的 也就是说 他想让你知道 但他没那么 觉得还 还可以 还ok 没有说真的 呃 那么挣扎 哦 ok the emperor 帝王牌 这个不好解 皇帝牌跟权杖六 跟审判牌 哦 好 有一个可能性是 这个男生 呃 他宁愿 呃 就是失去感情态 不要 失去自尊 有这个倾向 那这一张权杖六 再说 嗯 他想让你知道的是 呃 如果他觉得 他觉得有一天 有一天 当 受到很多人的祝福 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呃 甚至他也 呃 很成功 各方面的事情都很成功 顺风顺水的时候 那最后这张审判牌 呃 他会呃希望 你们的关系 能不能有 再来一次的机会 这是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 是不是呃 未来的他呢 就是很 如果他变得 很 这个光芒耀眼 耀眼夺目 如果他变得那么好的状态呢 是不是你们可以 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呢 那第一张就出现 这个 黄帝牌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自尊心真的很强 就算他想让你知道一些事情 他也 这张 黄帝牌 一开牌就 第一张 就是他 他就是会觉得说 就算 我不说 你也应该要明白 我的意思 因为 我从来不是一个 呃 隐晦的人 这张帝王牌 他 他会认为 他自己算是一个 累落的人也不耍心机 所以呢 呃 就算他没有刻意的 暗示你 或者是渴望让你知道 你也应该要知道他 他的态度 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想法 OK 那我们再来看 那 接下来呢 更里面那一层 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宝静儿 他没有自信 可以给你 承诺 可以给你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未来 很稳定的一个 呃 生活的 条件呢 这可能是他 内心 呃 又更里面那一层呢 可能已经接近他 会 会是比较害羞 让你知道的事情 他就是真的 就是觉得他给不出 那样子的一个承诺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 最后 嗯 可能他想让你知道 又又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你永远不要知道的事情 好了 Night of Cups OK 呃 是一张 圣杯的骑士 给这张牌 这张牌 非常单纯 这张牌就是 就是 他喜欢你 就这么简单 I like you 我喜欢你 嗯 如果可以呢 我会 想要当你的白马王子 我会想要追你 我会想要取悦你 OK 那就是他 呃 想让你知道的 但是他 藏得最深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 我们再来抽一下 那这个人呢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 接下来会不会 呃 跟你联系啊 接下来他下一步 会做什么 OK 我觉得他下一步 不会做什么 因为这个牌啊 他觉得你很 呃 他觉得你喜欢你的人很多 你看这个很多眼睛 他觉得 呃 喜欢你的人很多 很多人都在看你 然后 也许 他觉得他不需要再打扰你了 因为这一张保健六在象征着说 他想让自己跟你 呃 甚至是跟这一段感情哦 能够冷却拉开距离会比较好 那这一张红心舞哦 红心舞在象征着说 有点像陈生的歌 把悲伤留给自己哦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呃 看这个牌相 他下一步应该不会 比较不会有明明确而具体的什么行动 不过这是短期未来哦 这不是 不是长期的一个呃 运势的预测 所以 下一步他的打算呢 我觉得他会有一些自伤自怜 然后 他也会呃 尝试呃 去冷却这段关系 然后 因为第一张就是 这个 呃 方块九 再代表说 他其实真的觉得 呃 也许你没有那么需要他 你已经 什么都有了 OK 他甚至会 担心自己配不上你 跟你不相称 好 那这就是对方对于 下一步 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想法 OK 最后我们来抽 呃 文字卡 我们来看 选第二组的朋友 心里想的人呢 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OK 好 今天呢 我的字卡呢 休假 让他休息 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进化 我觉得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字卡 充满了各种 各式各样的人 家住在上面的这个情绪 所以要让他休息一下 好 他想跟你说的话呢 第一张牌是 I day dream about life with you 他常常就是 有那种幻想 白日梦的幻想 幻想和你有一个未来 然后 第二张牌呢 他说 You didn't see my tears 你根本没 你没有看过 没有看到我的眼泪 你不知道 我也曾经悲伤过 然后 第三张说 I still have feelings for you 他对你还是 很喜欢 他自己说的 I still have feelings 然后 这张说 I watch you social media I watch your social media 他会在网路上 他会在网路上 这个划 划你的动态 好 这一张就是很尴尬了 You broke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好 最后一张 他想跟你说 Will you ever make things right 这一张说真的 我不太知道 这个 不在那个语境里 我不太知道 这一句话 是倾向于正面 还负面 Will you ever make things right 他想问你说 之后 我觉得他 比较 比较想要知道 之后 你们还有没有机会 能够在彼此 能够在 相互调整 相互沟通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OK 好 那 这是给第二组的朋友的独拍 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嗨 这是选择第三组 太阳天使的朋友 好 我们先来抽验证牌 男左女右 来看选这一组的人 就算你们是男男女女也没关系 同性的也没关系 就是看谁攻谁手 好 那我们先来男左女右 我们先看选这一组的朋友 现在男生的状态 第一张牌就这么狗血的剧情 好 这个人面对你 面对这段关系 是非常 非常痛心 痛心棘手 还是怎么样 甚至 甚至他可能 就是觉得被辜负了 OK 有这个可能性 但不管怎么样 第一张就 抱歉三 我觉得 不管你们是多久 没有互动 或者是冷战 或者是分手的状态 一切对这个男生来说 都还是很心 都像昨天发生过的一样 他还是 没能说 去释怀 去放下 他的心还是这么 这么 紧揪着这个心口 好 那我们看这段关系中的 女生 平和多了 因为是 Night of Pentacles 是金币骑士 我觉得这个女生 真的是 在这段关系里面 现在的状态 是非常被动的 他不会主动 去 不会主动去表示什么 可是他愿意等待 这段关系中的女生 还有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说 这个关系中的女生 她的 她已经知道她人生的 更适合她自己的道路 可能不是跟这个 可能不是这个男生 她的选项不是这个男生 这张牌代表说 她可能有其他的选项 这段关系中的女生 但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一张 比较务实的牌 所以 这个女生 现在就是 觉得 选择一条 正确的道路 然后好好的生活 是最重要的 OK 好 两个人的连结 是命运之轮 OK 我觉得你们的 当然命运之轮 一定会象征的是 你们 的感情 真的是缘分 并不是 刻意去 刻意去促成的一段关系 就是 就是那样自然人 的一段关系 不过这个命运之轮 也在说 你们的关系 深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就是好天气 坏天气 会 就环境因素嘛 两个人之外的因素 会 左右了你们的关系的 不管是前进 还是后退 那 那就是 真的是 命运的关系 就不是说 不是说 真的是谁不好 还是说 谁可以 去伤害对方 虽然 虽然男生这边的牌 确实 好像心都碎了 的这个感觉 可是你们的关系 很多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一张 命运之轮 虽然叫命运 但是有时候 他往往有一个潜台词 是有缘 无分 好 那这是 选这一组的人呢 你们目前 双方的连结 那你可以 感受一下 和你有没有对应呢 好 没有对应 就 听听别组啊 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们马上来抽牌看 对方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我们先来 就像剥洋葱一样 我们一层一层来剥 我们先剥外面那一层 也就是说 他是真的想让你知道 而且 也 就是对他来说 没有那么挣扎 好 Page of of what 这一张是 金碧士 金碧士卫的 金碧士者的 逆位 Page of Pentacles 我觉得他 好像 他好像想让你知道说 嗯 他怎么 好像觉得自己 很无能 他觉得他自己 要找这个 怎么说 嗯 既没钱财 也没人财的 这种感觉 嗯 也可能 也只是单纯的 想让你知道说 他觉得自己 不成熟 他想让你明白 他真的 嗯 不懂事 不成熟 不那么 不那么 能够 跟得上你 OK 这一张可以说 我会觉得 其实 对方有一点 没自信 甚至严重的话 也许他有点自卑 好 那他还想让你知道什么 圣杯士 好 他想让你知道说 嗯 这一段关系 对他来说 嗯 是很好的机会 可是他没有把握住 也许是他 他过不了自己心里一些 嗯 某个 时空下 人就是会那样想啊 人就是会那样子 嗯 有那样子的想法 可是他现在 再往回看的话 他觉得他就是 不知道去珍惜啊 OK 曾经对你不够珍惜 好 他想让你知道的是 OK 这一张是 力量牌 如果出到力量牌 Strength 我觉得事情就有一点严重了 好了 不要紧张 因为通常力量牌 可是你们刚刚的验证牌 我看一下 验证牌是 抱歉神 我觉得力量牌是那一种 真爱 一生难得己回忧 他想让你知道的是 呃 他呃 就是心里面 心里面 他的想要的人呢 而且这里面含有很强的 生理的 呃 需要 他想要的人就是你 可是为什么他 他又说 他没珍惜哦 没珍惜那个机会 但他真的觉得 你 你是他最爱的 OK 就算哦 他 他的讯息可能不是说 你是他的最爱 因为因为看这个牌的人 可能有几百人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 但是如果出力量牌的话 就算你不是他的 他想说的就算不是那样子哦 呃 这张牌也会是说 呃 他真的对你很执着过 执着 很强的这个执着 OK 好 这个力量牌的这种执着 是呃 可能累生累世 他很多事的记忆 对你的记忆 所以 就算你们认识的时间很短 就算你们相处的时间很短 他还是有那个 呃 对那个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是可能对你的 产生一种执念 产生一种正犹豫 这样子 好 所以这张牌的讯息量很大 但是他可能 呃 把他最简化来说就是 呃 他真的 一直都对你很执着 这份执着 呃 就是执迷不悟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好 我们现在呢 再往内拨 好 我们来看更内 更里面一层 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这一张是 这张是 金币石 OK 正义牌 金币石配上正义牌哦 就是一个外遇的事件 最大的概率 最大的概率 呃 那如果说你们不是外遇的事件哦 说是 这个人想让你知道的 就是他可能 嗯 觉得呃 不能 就是这样子的本 就是婚外的恋情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一个人有名分 一个人没名分哦 这是他呃 这是最大的可能性 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哦 这一张金币石跟正义牌哦 连在一起出现在说 对方他是真的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出生背景 你们两个人拥有的条件和资源 甚至你们从小养成的方式 教育养成的方式 你们的原生家庭 你们就是活在不同的世界 所以他他没有办法说这个越级去打怪啊 或者是说呃 对他来说就是 甚至我觉得他觉得有点配不上你 好 这是他想让你知道的是 就是有两个讯息嘛 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人呢 他其实不接受 不能接受 呃 可能 婚外的恋情 那第二个讯息就是呃 你们两个各自的条件 就是没那么对等 对方也不接受 好 那我们在最 里面这一层 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如果是最里面这一层呢 也许 他会 想让你知道又怕你知道的事 我们来看是什么 呃 是page of page of什么 这是权杖的逝者 权杖逝者的逆位 权杖逝者 他出现了两张权杖 这张page跟这张page 嗯 我觉得这个人 他真的觉得他的很多方面的条件都不足 我觉得他对 我觉得甚至他很难让你知道 他是那样子的自卑 他是那样子的甚至到有一点任性了 因为有些自卑会转转化为自负自大 所以他可能很想让你知道的是 他实际上他就是不够成熟 不够沉稳不够稳定 他太任性 然后也许始终他都跟你不相 不是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不是适合相伴的人 好 那这是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OK 那 那我们接下来来抽 对方有没有什么对于下一步的打算 或者是说 接下来他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好 我觉得这个人情伤很严重 很难走出来 真的 他不会有 下一步不会有什么行动 他会 因为这里有一个红心K 他会把对自 就是对你的爱藏在自己心里就好了 那这一张黑桃八跟这张黑桃三 都在象征着说 他心里是真的痛 而这份痛苦呢 限制了他的 他限制了他去爱的能力 他都没有办法去 对你生出 生出怎样试探的触角 他都不敢 或者他觉得他不配 所以 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跟 刚刚的验证牌比起来你的 我看一下 你的这个 我觉得他和你比起来 他的 负面的情绪 可能会更多 所以 很遗憾 我觉得他下一步还需要时间去 他需要时间去自我疗愈 需要好好的 进化他自己 因为我觉得他的心 好 很辛苦 从出 出这个牌的话 会觉得他的 他其实他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 他 真的走的一点都不轻松 好 那这是 对方 下一步有没有什么 打算 他的打算 他打算就是 把对你的感觉放在他心里 他觉得那是他的事了 你不能干涉了 OK 好 那我们再抽牌来看 他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呢 OK 他想说的话 第一张牌是 I miss you 有点像是说 他很想念 可以跟你约会 可以看到你 可以跟你相处的时候 然后第二张牌 他说 从一开始到 字卡 到最后的阶段 他都 still feel the pain not the pain 他的pain真的 很多 他有很多的痛苦 他这张牌来说 他还是觉得痛 好 第三张牌呢 他说 I'm in a committed relationship 也许有的 看影片的朋友 有的会 是对方 有一段 稳定关系 好 因为这张牌 就是说 他觉得 他想跟你说 他在一段 他已经有了 稳定关系了 这是有承诺的关系 好 那这张牌呢 他想跟你说 他希望你们能够 回到过去 OK 又来了 他又痛苦了 You let me down 他说 你真的伤了我 你让我好伤心 好 I can't reach out 他不能找你 他没有办法找你 他没有办法跟你联系 好的 那这是他想对你说的话 OK 那希望今天的毒牌 对你有帮助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